日系大廠 Square Enix 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Final Fantasy XIV 在歷經兩年的營運之後 因為眾多的負面評價以及營運狀況不佳等原因 由全新的製作團隊針對戰鬥系統以及操縱介面 等許多最根本的內容進行調整 在這一波幾乎是砍掉重練的大型改版之後 FF14 也正式掛上新生艾奧傑亞的復標 象徵重新來過 並且在最近釋出了最新的宣傳影片 銜接兩個版本之間的故事劇情 雖然冒險者們為了守護家園艾奧傑亞 而與長久以來的敵人加雷馬爾帝國努力奮戰 但是古代蠻神巴哈姆特強大的力量依然凌駕了一切 豐饒的大地在瞬間化為火海 最後以賢者為首 運用十二神力量所展開的封印儀式也宣告失敗 感到無力回片的賢者使出了最後的力量 將冒險者們送進次元的裂縫 一個時代就此終結 而故事將在下一個全新的時代之中延續 儘管上個版本的表現不佳 但這支影片令人讚賺的動畫技術 還是讓玩家們充滿期待 究竟這次的新生艾奧傑亞 會將出什麼樣的成績單呢 很快的年底PC版的Alpha測試 就能夠見分享囉